Hello,大家好,我是陈轩 今天的新闻回顾呢 我们先讲一条关于微软的新闻 这个是在昨天的时候呢 微软就宣布它要推出 基于Azure的一个Mesh平台 这个Mesh平台呢 是一个支持混合现实 叫Mixed Reality的一个平台 其实昨天呢 是微软的年度开发者大会的第一天 那它这个大会呢 是从3月2号一直开到3月4号 有共是三天 它这次的这个大会是 全部是线上的大会 那它在这个大会上推出的 不单单是Mesh了 但是今天我们就单单讲一下 这个Mesh 那微软这次去展示 这个Mesh平台的会议本身呢 其实就是在那个 AltSpace VR的社交平台上办的 这个呢是它在2017年的时候 收购的一家公司 微软的那个HoloLens的 混合现实眼镜的负责人 叫Alex Kipman 他就介绍了这个Mesh平台 那他自己呢 是用微软的那个 Connect的摄像头震 你也拍了一个自己的三维影像 加入到了这个 这个AltSpace VR的平台里面 下面的观众呢 就是远程通过头戴装置 去观看的人 每个人呢 都有一个自己的卡通的形象 那微软呢是介绍说 他希望通过Mesh这个平台呢 去支持各种各样的头戴装置 以及说你家里没有头戴装置 没有AR或者VR系统的这种传统设备 这样呢就是不管你家里有没有这些设备 你都可以去参与到一些多人的会议 当然同时呢 他也是希望提供一个平台 让开发人员呢 可以比较便捷的在上面开发一些VR AR 或者是MR的应用 那昨天呢 微软展示了一个 是可以在HoloLens上运行的一个Mesh的应用 那用户带上了HoloLens之后呢 打开了Mesh就可以选择一个卡通的形象 代表自己以一种看似是全息影像的模式 加入到会议中 这个卡通形象呢 是可以活动的 它可以和别人谈话 也可以呢 去导入显示和操作一些三维的全息图 而且还可以使用绘图的工具画画等 就是更好的去模拟现实社会中的会议的场景 那微软同时说呢 它Allspace VR呢 已经开始支持Mesh了 微软自己是说呢 未来比如一些设计师呢 就可以在虚拟空间中远程合作去做设计 学生呢 可以通过全息的影像去上课 就更好的理解自己学到的内容 现场呢 它还展示了Pokeman Go 如果加上了Mesh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啊 而且它也说 未来微软的Teams和Dynamics 365里面呢 也会加入对于Mesh的支持 那微软同时呢 还展示了一个概念性的Mesh视频 它呢是想要通过这个视频说明自己未来想要做出来的产品是什么样的 这个视频很有意思 不过现在呢 显然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所以说它是一个概念视频 今天的第二条新闻呢 我们讲一讲Uber 这个呢也是3月2号的新闻 在3月2号也就是周二的时候呢 Uber就正式把它底下有一个送货机器人的部门 叫Postmates X 拆分成了一个独立的公司 那拆分出的这个公司呢 叫做Serve Robotics Postmates X呢 本来是Uber之前收购的Postmates下面的一个部门 它做的就是那种可以在人行道上自动送货的那种小机器人 Postmates是从2017年就开始涉足这个领域的 那这个部门拆分出去成了独立的公司之后呢 它的CEO就是原来Postmates X的负责人 那拆分出去的这家公司呢 现在是大约有60名员工 他们把总部设立在了旧金山 在洛杉矶加拿大的温哥华都设有办公室 其实呢 这也不是Uber第一次把它的核心业务以外的部门拆分出去 这也是Uber在他2019年上市以后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他家新上任的那个CEO呢 他的目标就是想要留下他核心的业务 他所谓核心的业务就是他的打车的服务 还有呢 就是送货送餐的这一类的delivery的服务 然后呢 他要把其他的部门拆分出去 这样呢 他从他的盈利上看起来就会好看很多 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呢 他把他的共享单车Jump给了Lime 他的自动驾驶的部门ATG呢 给了Aurora 他呢 并不是直接把他就卖给了别的公司 他采用的是一种稍微复杂一点的方式 比如说当时他把ATG给Aurora的时候呢 他还追加了4亿美元的投资 那他整个的这一部分换来的呢 是Aurora的26%的股份 在Lime那边呢 他把Jump给了Lime之后呢 他就可以在自己的应用里面加入 去租Lime的Scrouter的选项 据说呢 他还拥有了一个权利 就是他可以选择在2022年到2024年期间 以某个价格去收购Lime这整个一家公司 今天的最后呢 我们讲一条关于Apple的新闻 这个是在昨天的时候 Apple发布了他们对于听力健康调研的结果 他们的结论呢 是发现参与调研的人里面有25%的人 他们每天暴露在环境噪音中的程度 已经超过了WHO的建议的水平 那这个调研呢 是苹果和密西根大学合作完成的 它是通过苹果有一个叫做Research的应用 在美国找到了数千名的参与者 那一个呢 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他发现有25%的人 每天暴露在环境噪音中的程度 超过了建议的水平 那在这25%的人里面呢 他就发现有50% 是因为他工作环境的噪音比较大 那研究人员他是说呢 虽然现在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都在家办公 但是这个数字呢 在他们看来依然还是挺高的 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再一个呢 他们发现说 在这几千名人里面 有10%参与调研的人 他每周戴耳机都戴到过量 就是不应该戴那么长时间的耳机 或者说耳机的音量过大 那这里面呢 有25%的人是说 他们现在每周都会出现 有多次耳鸣的经历 这个也相当于是对于 尤其是在家办公的人的一种提醒 就是不要每天都戴着一个耳机 一直戴很长时间 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回顾就讲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轩 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咯